活动四星弓环穿之会 是甘雨的四星专务 刷到很多的视频 都说这把弓非常契合甘雨 那这把武器的伤害到底如何 武器这边我已经拉到了90 精炼也到了5级 就用我现有的所有90级弓箭武器 做个直观的对比分享吧 为了方便吃满融化反应 我这里用的是新荣甘队 所有的队友配置不变 甘雨90级 带乐团四件套 天赋普攻10级 只换武器进行对比 对比的人物属性 统一放在左上角 除了初始攻击力 其他初始属性是一样的 飞雷的暴伤会相对更高 但其他属性也是一样的 视频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首先是金武环穿之会 蓄力剑伤害一段41033 二段69757 伤害总和110790 第二是金武破魔之功 蓄力剑伤害一段42003 二段71405 伤害总和1130408 第三是金一试作弹月 蓄力剑伤害一段33457 二段56878 伤害总和90878 第四是金二阿莫斯之功 蓄力剑伤害一段43415 二段84028 伤害总和127443 最后是金一的飞雷 蓄力剑伤害一段41578 二段70684 伤害总和112262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 五星阿莫斯之功最为契合 其次是金武破魔之功 菲雷特效不契合 勉强进前三 金武的环穿之会 打败金一的试作弹月 排在第四 补充说明一下 环穿之会是需要重击敌人两次 才能在6秒内吃满特效的 没有吃满特效的伤害 和吃满特效的伤害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那要快速吃满被动 要怎么做呢 这里演示一下手法 甘雨初始精通是80 在准备蓄力剑之前 快速短序重击两次敌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叠满两层被动 这个时候再蓄力二段射出 如此循环 伤害就可以打满了 所以要使用这把弓的时候 手法上也要变化一下 最后做个总结 环穿之会在叠满被动的情况下 强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后期可以用高筋的破魔之弓代替 契合的五星武器自然是更强 而且这把弓颈限于荣甘队伍 并不适用于甘雨涌动 但是如果你没有阿莫斯之弓 并且觉得破魔破取太过麻烦 和没有原胚锻造及精炼的 那这把弓确实可以考虑 但是手法上就要麻烦一些了 以上就是对于甘雨使用 环穿之会的分享 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就点个赞吧 拜拜